何秀蘭議員 主席 我是想問港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李雪清小姐 剛才李小姐說了原來的118會議那裡 就加了五個法院可以考慮的因素去判案的時候 她也說了條文並沒有針對惡搞 當然了 我搞這個詞 這麼通俗怎麼寫得下法例 寫不下去 我相信香港政府現在都沒有淪落到這樣 但是李小姐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不如你告訴我們 在條文裡面 有哪一條是很清晰明確去保障創作 或者是二次創作自由呢 因為這個是我們做任何法例的時候 都要保障的一個基本人權就是意見的表達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條文裡面有哪一條很清晰的作出豁免去保障呢 又或者如果沒有的話 你建議是怎樣修訂呢 另外就是在這個118會議那裡 雖然法院可以考慮 就算有人告都好 未必告得入 但是這裡是開了一個位 一個很闊的位 給政府去檢控再創作的行為 對一個普通的小市民小網民來說 是可以這樣給政府去檢控一些以往不屬於犯法的行為 你覺得對市民的權利保障是加了還是減了呢 好 李小姐 如果說清晰的保障呢 就是剛才118會胡八施那裡我講的那五個考慮的因素 因為剛才大家講的那些什麼心靈創傷 其實這五個因素是沒有提到心靈創傷 就是沒有說到你搞那張照片 然後我很不滿 然後我就可以用刑法去告你了 其實是不會有這件事發生的 因為其實那五個的考慮因素 主要都是針對經濟上面的損失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經常用的例子就是 你將一部電影免費和別人分享 而令到別人不用付錢 主席 李小姐重複了他的觀點 他有沒有回答我問題 你等他先回答 他用了我時間 有不同的事情才可以再提出來 請李小姐回答我後面的部分 有哪條條文是清晰保障 這個只是法院可以考慮 但是開了個位給政府去檢控 OK 已經是比其他的jurisdiction是清晰的了 因為剛才政府有指出 如果你看到其他的國家 他們根本沒有這五個 我們市民的權力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呢 請問 應該是沒有改變的 因為以前犯法的現在都會犯法 以前合法的現在都會是合法 好啊 抱歉啊 各位朋友 我沒有時間給你講 不過大家都重複一些觀點 包括學者在內都在重複他的觀點 好啊 謝謝 郭沙蘭議員 剛才原來議員問過兩個問題 李小姐還未答 如果你方便的話 你可以歡迎你把你的意見給我們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但是其他出席的人士 如果你們都覺得意猶未盡 都歡迎你們 將你們的意見 以書面的形式 提交給我們委員會 好